美貌高知温柔得体 175的身高34c的身材 这些仿佛都是为林志玲量身打造 躲在那些标签背后林志玲总会带着招牌式的微笑说 如果你觉得我是这样那就是 1974年林志玲出生于中国台湾 从小家庭条件优越 长大后成功考取多伦多大学的收学士学位 一次偶然的机会因出色的外形条件被心探挖掘 但父母不愿让她进复杂的娱乐圈 于是将她送到了加拿大读书 林志玲也不得不收回心思接受父母给她安排的一切 在国外求学的那几年林志玲白天学习晚上兼职 从来向家里伸手要过生活费 也正是这段精力养成了她独立自强的性格 在26岁那年林志玲回到了台湾发展 在国外主修美术的她希望可以在美术馆工作 却被对方以不具备硕士学位而拒绝 就这样多了转转最终她还是选择了模特专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都说除名要趁早 当时年纪已经奔三的林志玲是处于劣势的 然而在30岁那年的一组性感写真 让林志玲成为无数宅男的女神 但光靠这并不够 明星需要话题度 让林志玲真正出圈的是一则所谓的丑闻 2004年女明星陪吃饭的价格表被刊登在杂志上 在这个表上林志玲竟位居第一 后来林志玲经纪人出来澄清这是假消息 可没想到因为这件事林志玲的名气不将反声 稳坐台湾第一美女的宝座 而说到林志玲就不得不提到她的感情了 最令人印象最深的一段就是她和严承旭的恋情 从2005年一直到2019年 14年间两人一直分分合合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会走进婚姻殿堂时 一条消息打破了所有幻想 45岁的林志玲官宣结婚新郎却不是严承旭 而是相恋不到一年的日籍男友黑泽良品 结婚本是好时可林志玲却遭到了炮轰 婚后不到一年更是频频传出 婚变不孕被家暴等负面消息 对子林志玲也回应 这种无聊的消息很多 如今不难看出林志玲是幸福的 外界的猜测没有对他们的婚姻造成任何影响 婚后的林志玲虽说很少出现在大众面前 不过每次出现的状态和气质都一如既往的好 而近两年有网友发现女神似乎老了 原本凹凸有质的身材也消瘦了不少 手臂和脖子更是青筋爆起 不过林志玲的穿衣打扮依然是那么的性感大胆 尽管身材有些干瘪柴瘦了还是敢挑战挂脖的杜兜妆 简直赚足了眼球 此前网上就曝光了一组林志玲的照片 照片中林志玲一身杜兜长裙真空上阵 俨然是全场的焦点 黑色与白色是很常见的经典颜色 黑白配更是上身率非常高的经典颜色搭配 白色纯洁无瑕清新脱俗 黑色则沉稳大气端庄内敛 对于大理女性来说这样的颜色搭配往往简约而不简单 能够很好地突出成熟温婉的个性气质 林志玲的这款杜兜装礼服群选择的就是大面积的白色作为主体色 完美展现了她温柔甜美清新亮丽的仙女气质 搭配黑色的锁边和绑带式造型不至于太过单一乏味 整体画面感更加丰富非常的吸引人 而当看到背后的设计时更是让网友们瞬间都坐不住了 不同于部分镂空设计 这套杜兜裙后背是整片的路背设计 个性大胆更加张扬高调 既能够展现出优越的身材又散发了性感迷人的女人味 不得不说林志玲是真的很敢穿 这样的穿搭确实高调惹眼 不仅需要好身材更需要强大的勇气 那么看到这里大家对于林志玲的这款杜兜造型有什么看法呢 感谢观看